52分在美国是及格吗 我又不是没有念书 由于妈妈罹患癌症 移居美国生活的方宜 被迫和家人搬回台湾 让她在少女成长过程中 必须面对亲情和文化的冲突与挣扎 2021年上映的台湾电影《美国女孩》 细腻捕捉人物情感 因此在吉马奖获得了多项讲座的肯定 洛杉矶台湾书院和亚洲国际电影节 联手举办台湾电影日 并邀请到导演阮凤仪 和制片苗华川亲临现场 要将这部改编自导演亲身经历的感人电影 分享给美国观众 我希望观众在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 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家人吧 然后去想一想自己跟家人关系有什么事 可能没有说出不出口的一些感情感 然后会想要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或是自己的手组这样子 还没有这样大量的美国观众看过 或者至少没跟他们一起看过 所以希望他们会喜欢 因为这个电影毕竟很大一部分 还是有美国的这个文化 由于美国女孩已经在台湾上映 并建立了好口碑 因此吸引许多华人观众前来捧场 就连超高人气的荧幕夫妻 吴宇慧和谢怡芬 也带着一家人前来力挺 刚好在SARS发生的时候 我在台湾 然后最近又有疫情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家庭都碰过 同一个状况或是类似的状况 然后不管你有没有很类似的 我觉得这个妈妈跟女儿啊 或者是就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 是很亲切 然后又很感动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我那一年看过的 最好看的电影 另外还有许多在好莱坞发展的亚裔影星 也都慕名前来欣赏这部反映台湾社会现状 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好电影 除此之外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黄敏敬 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电影在美国上映 来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 对文化的理解也好 对语言的理解也好 对各方面的这个经理部的认识 我想都非常重要 我们很高兴啊 我们台湾优良的电影 能够在美国尤其洛杉矶这边 能够有一个screening 非常高兴 将台湾电影和亚裔影人推向国际 亚洲国际电影节 接下来也会在每个月 举办不同主题的亚裔电影适应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上亚洲国际电影节官网 东西新闻英雄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